大家好 我是鐵沙掌的Bio 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為什麼這條片呢 就是沒有片頭呢 那就是今天呢 只是拍一個很普通很普通的開箱片 所以我就沒有做這個片頭了 因為內容比較豐富 所以做不到片頭出來 今天呢 做這個 竹控筆的開箱 為什麼我會買這個竹控筆呢 其實是玩PND的 因為朋友的慫恿 所以我才買的 我就選了一個最便宜的那支筆 來買吧 開始我們的開箱 那我買的那支筆就是 牌子名叫SUPEN SUPEN呢 其實就是 在PND自己的 竹控筆的出的那間公司 那這個就是那支筆 那這支筆的模特兒就是 FT模特兒來的 那這支筆呢 就是要二千多yen的價錢 這個款呢 就只剩下這支顏色而已 那其他款呢 就要三千yen以上啦 那就是金色的 那就是金色的 那開箱之後呢 它那個初回特地呢 附送了一個吊飾 這支筆 那就是 說小小小子的筆 那摸下去呢 就摸刺手啦 這個頭呢 其實我的東西是對不到招的了 它這個頭其實是幾脆弱的 當你不用的時候呢 如果你沒有吐的話呢 你放在肆的時候呢 就可以這樣 因為你沒什麼 那麼用心的 那這個 又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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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每天都叫我一個人好 我們就來一下你最多的啦 說這麼多了沒什麼用啦 其實最重要是它好不好用 那我就準備了我的iPhone 6s 鏡頭這邊遮住我的抽圓震撼 去show我現在的電話出來的啦 測試的關卡呢 它是888紀念盃的 觸碰下去呢 個人認為呢 手指好按一點 怎麼說呢 它按下去那一下 因為它是越前面 就是它裡面的頭頭 觸碰到下去呢 它才會當你觸碰到啦 所以我覺得手指好像好用一點 那挑戰す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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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信 對 我以為錯了 喂喂喂 我看你不太懂得轉珠 你不太懂得轉珠 對這個轉珠的新手 或者不懂得轉珠的人來說 因為它不是一觸碰 就會馬上拿到一顆珠 你要按到那個點 它才會拿到一顆珠 其實我覺得 都是差不多 你說真的可以 所以不太懂得轉珠 我覺得如果大家想買的話 可以去買 可以去試一下 大阪有兩個地方可以買 我會在概念中說 這條影片就到這裏 大家記得按LIKE 喜歡的話就記得LIKE 和SHARE 喜歡西野七奶 如果是我的話 我要給個LIKE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這條影片就到這裏 大家說BYE BYE 繼續見 BYE BYE